你的身边有没有永远都长着一副娃娃脸的朋友 在娱乐圈中 大龄女演员演绎青春少女角色很常见 知名的演员如张子怡 林心如 刘嘉玲等 很多影视作品的一部分都会饰演青春少女 即使有老道的演技 也难免被广大网友们诟病 而在演绎圈中 也有不少天生就是娃娃脸 看不出岁月痕迹的动灵演员 谭松韵就是其中的一位 入行16年的他 在因一部剧里的配角走 期间经历丧母之痛 遭到网络霸凌 都说爱笑的女孩运气都不会差 31岁的他如今获得白玉兰最佳女主题 掌握业界人士和观众的认可 随着近期 林更新和谭松韵的热剧 请教我总监开播 今天小编就给大家讲一讲 这位爱笑的女孩谭松韵 相信很多小伙伴和小编一样 对谭松韵这个名字有印象 北京电影学院还参与了我的燃琴岁月 搞笑一家人 幸福攻略等多部剧 直到2010年 当时已经有五年表演经历的他 被郑小龙导演相忠 演淳贵人这一角色 天真浪漫 清纯可爱的他 犹如深宫中的白莲花 这名吃货受到了观众的高度关注 20岁的他因真环传成名 但这部剧并没有让他红遍大江南北 真正火起来 是电影最好的我们 作为一部国产青春剧代表 一上线成为爆款 故事讲述的是 普通高中生耿耿和学霸成为同桌后 经历各种分离和重逢的故事 剧中又甜又沙雕的耿耿就是谭松韵 刘浩然和谭松韵的这部剧 让两人瞬间走红 之后谭松韵就成为了影视剧里面的香伯伯 和吴磊、杨阳合作 《绚万丰少女》和任嘉伦一同主演《锦衣之下》 潜到小编疯狂课堂 与老戏骨钟翰良一起演家庭剧 《锦心思域》 还有走红的《与家人之名》等等 可以说 他已经是娱乐圈中的一线明星 在影视界里 有一句这样的谈话 宣传方和制片方等投资方 会根据影星的热度 即已经播出影视剧的热度 给影星评分 一般如果某位明星主演的剧都能大火 那么就会被贴上能扛剧的标签 前几年 重新出身的杨子就被称为扛剧女王 所主演的剧没有一部部活 甚至还能带火搭戏的新生男主 从香蜜沉沉 到亲爱的热爱的 还有近期刚播完的余生请多指教 杨子扛了剧 剧也成就了杨子 而现在随着近几年谭松韵的影视作品走红 入行16年的谭松韵 如今也被冠上了扛剧女王的称号 不少粉丝 妈妈粉 爸爸粉们表示 只要是她的剧 一定捧场 别看谭松韵一帆风顺 其实在事业的上升期 也经历过不少事情 在与刘昊然主演的 《最好的我们》播出之后 不断有她和刘昊然是情侣的绯闻 这话题一出 就被很多网友攻击 绿茶表的难听的字眼 经常出现在微博的评论下 2018年 在谭松韵的事业上升期 跨年夜里 谭松韵的母亲好好友走在路上 被酒驾撞倒 宋静ICU抢救20天后离害人士 面临丧母之痛的事情 或不担心 还有黑粉在网上爆料 开封谭松韵 指责她在妈妈病危期间 和欧豪约会 遭到了全网的霸凌 后来在她参加慢综艺 向往的生活 何炯特地在荧幕面前为她澄清 原来 网络上的聚参照 是发生在谭妈妈 发生车祸之前的旧照 希望自己可以梦到妈妈 告诉她下辈子还是她的女孩 谭松韵在综艺提及 刚去世的母亲不禁落泪 同年 车祸案件正式开庭 让肇事逃逸者 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在这之后 谭松韵仿佛用工作来填补悲伤 接手了大量的剧 尝试不同的角色类型 认真演戏 入行16年的她 因在以家人之名电视剧里面 饰演天真活泼 治愈力强的李尖尖 在2021年成功杀入白玉兰 拿到白玉兰最佳女主角提名 成为第一位成物进入白玉兰的酒店后 虽然最终没有折柜 但也显示出表演专家们对谭松韵演技的认可 今年 网剧请教舞总监成为上星大剧 网友们直呼 林更新和谭松韵这个组合太奇葩 看了一集就停不下来 31岁的她 入行16年 带着丧母之痛 打破流言蜚语 打破偶像滤镜 都说爱笑的人运气不会差 你觉得呢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